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 距城区仅八公里 因自然奇观天门洞而得名 天门山 古称松凉山 又名云梦山 方胡山 是张家界最早载入史册的名山 主峰1518.6米 1992年7月被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三国吴永安六年 公元263年 松凉山千米高绝之处 峭壁忽然洞开 玄朗如门 吴帝孙修誓之吉兆 天门洞开之说流传天下 松凉山也由此一名天门山 拔地擒天的天门山 山市独咸俊宝 景色雄奇壮丽 被称为张家界的天然画平 天门山隆起开始于阉山运动 再经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 山体剧烈台声千米以上 周围被断层结理深深切割 加上长期风雨侵蚀的熔岩作用 造就成挫额高质 凌空独尊的 喀斯特台形地貌 其山顶相对平坦 保存着完整的原始刺生林 有着很多极为珍贵和独特的植物品种 森林覆盖率达90% 期间古树参天 藤蔓缠绕 青台遍布 失损失牙举步皆是 处处如天成的盆景 被人誉为世界最美的空中花园和天界仙境 天门洞高131.5米 宽50余米 南北对开于千寻宿壁之上 气势磅礴 巍峨高绝 是罕见的高海拔穿山溶洞 更是敬显造化神奇的冠世奇观 天门洞中年阴云征腾 影像变幻莫测 石油团团云雾 四洞中吐纳翻涌 石油道道霞光透动而出 瑰丽神奇宛如幻境 似蕴藏天地无穷玄机 地方史志曾记载 玄谷之时 由土人见霞光自云梦出 死气腾绕 盈于洞开 异于天河 异为祥瑞 速而伏地以败之 自古以来 奇幻美丽的天门土物 天门灵光 被认为是天界祥瑞之象 明文侠耳 圣经命悬妙 神奇传旧人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天门山 一直被当地人民奉为神山圣山 更被誉为湘西第一神山和武陵之魂 这些美丽的由来 在当地人代代相传的传说故事中 尽可以找到根源 在当地 乃至整个湘西流传最广 影响最大的两个传说 是天门翻水和天门转向之谜 天门翻水 是天门洞右侧绝壁之地 会在旱季晴天呼泄洪水 而出水之处并无任何水源 本地人基本都多次目睹过这一奇特现象 而更为神秘的说法是 出现翻水的年份 总与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或自然灾害的年份吻合 天门转向在张家界也家喻户晓 当地居民几乎都很肯定地认为 天门洞的方向近几十年来在悄悄转动 以前在室内几处能清楚看见天门洞的位置 现在却因方向不对 见山不见洞 只有天门洞从北向西北方向发生转动 才会如此 还有很多关于天门洞自然现象的神奇传说 广泛流传 很多现象很难有科学的解释 这一切使得天门山更显神秘玄奇